第一時間新聞一出來他就傳訊息給我 他就說這件事情 他本來要答應來參加記者會 也是等於說第一次跟所有的演員碰面 那他們有很多問題想要問他 對那他說怕會模糊掉焦點 所以他就先不參加 對但是呢在他有特別註明說 歡迎我們可以討侃這件事情 對他說沒有關係 好那我想講的是說 魏導在我認識魏導二十幾年 他拍第一部電影叫做七月天 他當時拍的時候 那時候有個劇團 我劇團很多的人參與他的製作 然後拍完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小魏已經沒有錢了 完全花光了 對他是隔了一年多之後 才跟每位演員付他們備用 其實那時候演員都覺得這錢應該付不出來 對但是呢他就是很認真的 把每個欠的錢通通都付給他們 那所以對於我而言 小魏是一個願意面對問題的人 好那至於他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那我相信他有他的律師團隊在處理 所以他說這個部分就他就不再多說什麼 對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他一樣正常生活 都睡得著吃得飽 對 那他有跟個分享說 他現在心情 就是有沒有比較沮喪 沒有 沒有他說他跟家人還這樣很開心的吃飯 聊天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特別會關心他嘛 對但他就說 就讓律師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對那 我在想啊 當初在不管是資方或者是創作者 都是希望這一部片子好 對那當中會有一些混亂的部分 不清楚的部分 這可能用法律他們那邊來釐清 那當然也會很捨不得會的 因為覺得他是個這麼認真的人 然後還因為拍電影卷入中空 當然我會非常不捨啊 那相信他承受的壓力一定是非常大 對然後 但就沒辦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讓法律來處理 那就朋友的立場 那大家都是共同的創作者 那我覺得創作者在面對資金的時候 常常是相對來講是很無力的 對因為 當你要想把劇 那個劇拍好 其實 從某個角度來講 會真的你要他做什麼 他都會願意去做 所以實際上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不清楚 對但是就是交給法律去處理 想問一下 畢竟你是有拍 你對這件事情 你有文獻嗎 在拍攝的過程 對拍攝過程 就是成本很高 成本很高是大家都眾所皆知 然後我在拍攝過程沒有聽到 有這樣的一個傳聞 有這樣的一個消息 到片場就很認真的就是 看劇本上戲 然後演完就回家 就什麼之類的 不過導演他是一個非常 嗯 不說客氣的人 只是很帥 很帥子的一個人 他做事情也很認真 他在片場就是很輕微輕微 這是我可以這個呈現給大家 嗯 當時因為有說就是 衛黨有說有稍微欠你一下 對 我沒有被欠到情 沒有被欠到情 我沒有被欠到情 對對對 因為我們就是拍攝時的 賽德克巴來拍攝時大概將近快一年的時間 然後基本上我們都已經培養出一定的革命情感 對就是這個人說走我們就一起走 這個人說走一起騙我們一起騙 對已經那個已經是已經超越家人的情感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聊海角七號了 音樂劇了 回答差不多了嘛 夠寫了吧 應該夠寫了吧 故事也有 例子也有 好 期許未來交給法律 都有了 接下來音樂劇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寫兩篇 啊 要把那個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 哦 大家可能會問說為什麼沒有找小販 對 那當初我們一開始是有跟小販談過 可是後來小販他就希望能夠 有朝因為解禁了嘛就朝大陸那邊去發展 然後所以 呃我們就 那就做一個全新的組合好了 因為我覺得畢竟不一樣的人會有不一樣的詮釋 那本尊來詮釋有本尊的好處 但是不是本尊來詮釋 對導演而言 會有更寬裕的空間 我們可以共同創作 某一個導演希望能夠呈現的想法 對 所以就有現在這樣的組合 請問一下協志哥 會不會也沒有 沒有興趣 或是你有跟外島 接觸過嗎 是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剛剛 剛剛 剛剛我有特別說明了一下就是 我今天本來還蠻期待的 因為今天會是我第一次跟外島建議 因為雖然說我在這個行業很多年了 但基本上也沒什麼機會跟外島接觸到 因為呃 工作的圈子也比較不一樣 可是本來今天要見面了 但我覺得他也很善良 因為他就覺得說 他如果真的出席了 可能也會影響到焦點等等 那我覺得那也都沒有關係 因為就我自己的感受來說 嗯 為了要誓言外島 我其實在網路上也看了很多他的相關影片 然後也做了功課針對這部音樂劇的 那當然真實的世界 魏德甚至不可能邊唱歌邊做 所以還是會做一些些調整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也去詢問的蠻多 跟魏導合作過的演員朋友們 然後從他們身上 其實每一個人基本上 不管是台前幕後的所有人 大概都可以了解魏導這個人 他是很善良的啦 然後做事情的態度等等 然後對於工作上的那一份執著 然後那份努力 我覺得肯定不會是什麼壞人 因為這麼多年了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狀況 我想應該早就不要康了啦 不會是有什麼問題 那至於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當然不太清楚 可是大家都大人 所以他們就自己去處理吧 對我來說這一次就是扮演魏德甚 就魏導這個角色 我就是盡全力的把這部劇 劇裡的角色做好 然後演出讓大家看看當時 就是魏導在籌備海角7號時 所遇到的諸多困難 不管是工作上或是生活上 嗯 到底那可以問一下魏導太太 時下是怎樣的 我們都不知道 不是認識魏導的嗎 對但他老婆就永遠沒有接觸到 對 寫法這種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包括這次我們希望他提供一些資訊 他也都說 就盡量不要好不好 哈哈哈哈 盡量不要 就給我們更大的創作空間 所以到時候 他和魏導太太是會重新設定個性嗎 就是我們自己設定 就是我們自己設定 這個大家都清楚幫我們寫下來 他到時候演的不是真正的魏導的妻子 是我們創作出來的 對對對 這樣對他們夫妻未來的生活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哈哈哈哈 那找學志哥是因為學志哥 你覺得他們的角度不像魏導嗎 欸倒不是 我是覺得我們上次的合作就發現 鞋子的表演能力非常好 然後他的唱歌的詮釋 然後他的性格跟魏導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所以我們覺得欸 不知道他願不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就覺得很開心 願意願意願意 對對對 太開心了 我覺得在工作上的那種態度 其實是跟魏導蠻像的 我覺得 而且因為這次等於說跟 跟鞋子已經有工作過 就上一次的合作 那這次在工作之後 其實我們一剛開始排戲之後 不管兩位都提供很多的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對這齣戲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才排練幾次而已 他們有想說欸前面可以加一個什麼東西啊 或者說欸角色的態度 夫妻吵架的時候應該怎麼樣吵 效果會比較好 比較有不同的層次 不同的面相 講出夫妻吵架的事情 哈哈哈哈 對對對對對 小小的意見不合啦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對 那這是因為劇有 就是為了這個劇有幾首新歌嗎 我沒有幾首 大概是17首 大概有3首是舊的 3首是舊的 14首是新的 很多也 很多 騙琴現在很苦 對 對 因為他金曲獎之後 現在全力衝刺 對 但是個人在福州 對對對 因為奶茶演唱會 嗯 我覺得很有趣啦 就是相關行業的你們 或者是圈內的朋友們 看這部音樂劇應該會蠻感同身受 然後一般的喜歡音樂劇的觀眾朋友們 來看戲的朋友 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在這個圈子的工作環境 會是什麼樣 那當然感動的部分一定會有 然後我們就盡量用 好玩啊 揮諧的方式去 把整個故事情節做好 比如說拍床戲很辛苦啊 我們都想說拍床戲有什麼好辛苦的 後來才知道說 他們拍的時候 因為要關冷氣嘛 所以都很熱 然後床啊 然後工作人員啊 他們怕他踩上去 他說沒關係 我不踩不踩 他就把鞋子脫下來 就是五六個七八個大男人全身是汗 然後他們要演得很浪漫的樣子 但是我們在 因為我們做這個作品 有跟衛島跟小販跟田中 我們都有訪談過 把他們在整個拍攝過程當中 發生有趣的事情 就放到我們這個劇中 對對對對對 音樂劇要多寫一點 你們可以分兩篇嗎 對 我絕對是分兩篇 是分兩篇 寫這個會跟口紅會要戲嗎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有的話就會蒙台啦 但是很多人 有一點小互動這樣子 畢竟他是助理他是導演 我大多就是片場 辦公室 還有家裡 畢竟太太在 哈哈哈哈 裡面有太多的互動 不允許有類似的互動 這還蠻好笑 這還蠻好笑的 因為有幾幕就是會有螢幕 然後同時會有兩個場景 然後那個時候是可能 右邊是我跟協志哥在家 可是左邊是同同在台上 然後我想說不對啊 這時候他出現在我家 也太可怕了 我說那是兩個空間 那是兩個空間 會有這樣的畫面 對對對 這太好笑了 那這次夏宇童對手戲 比較多的 這一次的話我 因為我其實是演褲和紅部的 所以其實比較多 應該是對演兩位主角有 然後跟身旁的褲和紅部 幾乎就穿梭全場 對 對啊 他就助理啊 什麼事情就通通都是他處理 缺什麼補什麼 應該是我都在場上 有點像在跑來跑去 那邊需要人家來幫 就要去治 我們常常讀本讀一讀讀讀 宇童宇以為他沒事在旁邊 忽然間有一句台詞 他說我在場上 我說對對對助理常常在旁邊 流走沒有什麼事情 那接助理對他很困難 可能是他不斷在台上找事情做 對 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沒有 愛情先 不會 因為其實應該是說 一開始我和我們有海角七號音樂曲的時候 我自己就先忙說一次念 我就說 聽說有海角七號音樂曲 你知道我是原唱嗎 然後我說 什麼原唱 然後我還要自己貼音樂的外音 所以其實我算是最一開始 就在爭取角色的 最積極主動爭取的 所以他就讓他在我們的戲裡面 也真的能夠唱他的原曲 對 那你怎麼能爭取太太的歌 可能還沒有到 哈哈哈哈 可能時候還沒到 可能時候還沒到 對啊我是最後一個 對 最後 對 壓力很大 哪方面 其實還好 因為一直以來都在做作品 那只是 這個作品 我覺得當我們確定下來要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因為當年 看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內心是很激動的 那我會想 如果15年前你的夢想 你的熱情 到現在此刻你還在嗎 這15年來你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我們就歡迎當年 進到電影院裡面的觀眾 有機會進到劇場裡面來 你看到這群人 你會再回想說 啊 當初我的熱情 我的那個單純的心 現在變成什麼樣 對 所以擔心 每一齣戲都擔心 所以就習慣了 對 這個授權 不順利 因為前面有些版權好像是在別人的手上 對 那當初本來要協商或是怎麼樣 後來我們最後劇團就決定說 等所有的版權都很清楚回到魏導的手上之後 我們再跟魏導談 那當然魏導聽了我們的點子之後 呃 呃呈現的手法之後 他是非常開心 他覺得這是非常 非常有趣 而且容易被執行的 對 因為他說之前人家呈現整個電影 他會覺得很困惑 這有辦法嗎 對 那覺得我們選擇一些經典的片段做呈現 然後也替這些幕後的工作人員說話 他覺得還蠻好的 所以等之前的版權都釐清之後 那很快就授權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繼續往下走 對 所以這個部分還好 哦呦 我們是不是差不多 還有人要問他 我們可以問一下題外的 就是想問一下 你上禮拜有看完 超過了兩萬多 真的最近這段時間就是排練 然後跟寫註文 所以我真的沒有在關注 謝謝 OK 好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